大家好 今天是7月6号星期四 是7月份第四个交易店 股市表现还是相对比较反复 而且跌的幅度也比较明显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矫段行政指数先低开 261点到18844点 曾经一度轻轻的回升到18973点 可是没有办法再推进 还有买盘不足 而且估盘也不断的出现 结果整个股市就不断的反复回调 到下午大概三点左右 今天指数已经曾经一度大跌 627点到18483点 好了 经过今天的大幅度的回调 7月份的股市暂时来说 已经是出现一个先高后低的走势 高位是4号的19449点 低位就是今天暂时的18483点 等于说接规的波幅已经回调966点 当然跌的幅度也比较明显 可是最重要就是 接规的走势已经出现一个先高而后低 而且指数也跌圈了6月26号的低位 18767点 等于说现在指数再往下看的 另外一个防守的事实 就要退守到5月31号的低位 18044点 这个也是今年的低位 要是跌圈 等于说整个股市 还是会进一步往下寻找今年的新低 好了 结果当然是暂时来说 已经是一个先高后低 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 因为一个月的高地位 是绝对不可能同时出现在 两个交易天之类 还有966点的波幅 相对整个月来说还是比较少 那等于说 只要先高后低的走势不变的话 我想股市还是会进一步往下寻找 另外一个新低的 这个大家要留意 再看看移动线方面 经过今天的大幅度回调 很真实是已经再度跌圈 所有的平均移动线 等于说现在股市已经再度 进入一个反复不断往下 是低位的走势 现在所说的低位 就是5月31号的低位 一万八千零四十四点 有一个问题一直存在的 就是股市上升的时候 基本上是没有动力的 像这个星期一 股市稍微做好 股市成交只有八八九十七亿 到星期二再进一步上升 那成交只有七百六十亿 等于说股市上升的时候 资金是不愿去追的 反而股市不明的时候 资金就开启 采取主动不断的抛售 结果整个股市就出现在 跌的时候成交比较大 而且上升的时候 成交比较少 这个情况一直存在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点 好了 现在才不过七月的 第四个假月天 我总是觉得股市的波幅 在这四天内已经有九百六十六点 等于说相对反复的程度 还是比股市会大的 面对整个股市还是反复而不明 而且基础上也出现一个 一步一步下行低位的走势 投资界现在最后还是哪一句 我们就尽量保留现金 当然买一点点做一个短线炒卖 是问题不大的 当然一点点就是一点点 输赢也只是两三千块钱 我想这方面带来的风险应该不大 可是要记住要是短线炒卖的 一定要做好风险管理 千万不要说赚两千三千块钱 你会把它估出去 可是亏两三千的时候就舍不得卖 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好了下五分之就说到这里 大家记得给like 留言 订阅 按下钟仔 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 多谢 多谢